大家好,我是爱鱼言神 我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爆料 鱼言神4.6-4.8卡池最新情报 陪跑四星确定,混池再度来临 克洛林德技能最新爆料 鱼言神4.7西格文技能机制来了 乃顿,弗宁娜专服 而后续的4.7卡池登场的角色也发生了电动 西格文并没有联系 还剩在4.7卡池和克洛林德一起登场 双女五星简直不要太香 复克的角色中有水神弗宁娜 还有一位大概率是妮露 也是目前爆料版本最多的一个 偶尔电爱气混池也会在4.7开放 复克的角色有葡萄公子 申鹤,甘云克勤七七 就是不知道会不会有变动了 至于后续的4.8卡池 之前提到的调香师会出场 但是据说并不会进卡池 4.8作为大版本的末期 长草是少不了的 不算调香师的话 4.8卡池全是复克角色 分别是莱欧4 丁纳维亚 游浪者 4.6四星陪跑角色放出 有关4.6版本四星陪跑的问题 也有玩家放出了推测 分别为夏林飞 比较有意思的是 丰单下字打头的角色共有两个 候选人安排就变成了夏沃蕾和夏洛蒂 按照之前推测情况 陪跑角色应该是仆人适配4星夏沃蕾 但考虑到官方也喜欢不走寻常路 安排个夏洛蒂也在情理之中 4星陪跑对玩家抽取仆人的影响不大 各位旅行者希望哪位角色成为陪跑 根据内鬼所说 官方之所以让白竹复刻这么频繁 很有可能是因为纳塔版本会有全新的烧血机制 相对于其他加血角色 白竹可能更适配一些 三次复刻后就可以放入混池 方便玩家抽取 另外在这里说说有关西格文的消息 异技能扣血形成召唤物 同时可以给队友加血 Q技能基于生命值造成水元素伤害 提升生命值 天赋 提高西格文的大招伤害和全队元素抗性 专武方面进行治疗后一定时间内恢复一定能量 造成水元素相关反应时 增加护盾强效和元素爆发伤害 由于该角色技能组距离当前版本比较远 网传版本的消息先看看就好 还是那句老话 内鬼消息不要擅自期待 要不然容易破防 除了4.6版本 预计4.8还会有新的地图 但总体来看 原神封单后续版本多降是涨草期 期待官方 首先是4.6卡池 除了前瞻放出的五星安排 大家最关心的上半卡池陪跑四星角色也曝光了 来自舅舅的保真信息 4.6上半的四星角色分别是 夏沃蕾 林尼特 菲米尼 后面两个没有什么意外的 因为五星角色是林尼 所以三兄妹一起进卡池 合情合理 至于为什么要安排夏沃蕾这一点还不清楚 不 郭对于这样的安排 很多旅行者都表示非常乐 易接受 特别是蕾神和林尼特 很多玩家都没有满命 4.7上半克洛林德加莱欧 下半福福加西格文 这也是多位舅舅证实的 4.8上半条香加尼路 下半生鹤加海参加公湖甘混池 混池角色为甘雨胡桃公子七七克勤 最后一个位置可能真有夜蓝 顺便一提的是 星海基本进混池了 毕竟现在深渊十二 成神里都开始嫌弃星海带上钟离了 最后再给大家讲讲 克洛林德的最新情报 克洛林德设计稿具体如上图 可以看到这次的设计和以往有很大的不同 一个是采用了光影的特效 所以看起来很酷炫 武器一共有三个类型 一个是手枪 另外一个是 长火枪 还有一个是单手剑 克洛林德不仅仅是武器形态上面多样性 就连武器设计也是别具一格 单手剑不同于传统的类型 采用了双刃剑的设计 两端都可以进行攻击 至于技能方面 外网也是放出了 堪比雷神Pro版 具体如下 元素技能增加自身元素伤害的效果 元素爆发 降低敌人的防御力 并增加克洛林德引起的元素反应造成的伤害 克洛林德的生命值逐渐减少 当有二个或更多独特的自然闪电元素角色时 技能和爆炸的冷却时间将缩短 元素爆发的动画是 背身拔枪转身开出一枪单体 伤害很高 然后产生一片班尼特大招的区域中间特 效事决斗的两把剑 还有个人Buff 浑身环绕紫色特效 在区域内长安战技效果改为顺发 且没有CD一部知识 否为命做效果 测试队友有水神 天赋应该是感电增伤 但技能像个直伤C 不知后续有没有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